从哪里做起 要从教室 结果去年第二次访问我们本独教宗 我去主要就是谈论的这个问题 希望教宗能够带到我 教宗跟我同意老了真的是老了我 他身体不如我 我感觉到他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是我还是鼓励他 还是希望他在梵蒂岗做在罗马做 罗马那个小城不是太大的 用这个地区做个实验点 将天主教的精神 天主教的文化 天主教的这种教学跟生活方式 能够在这个地区做出来 让大家进入罗马就看到天主教的精神 天主教的文化 他一带头我们就会相信 我们每个宗教都想找一个地区 来做一个圣堂 这个好 这让全世界人大家看到 对于宗教的信心才能够生得起来 光是假 这个教练量很薄弱 一定要做出榜样 让他亲自来看到他相信 他就来模仿 他就想做了 今天给教学的时候 这是拿出真凭实据 这比什么都重要 06年我们在巴黎 教科文组织总部 办了一个大型的活动 介绍我们过去在汤匙 用中国传统文化 打造一个小镇做成功 所以在你三个月之前 联合过来给你的朋友 写信给我 希望我们再去办一次活动 我看得很欢喜 我说我再去 没有东西给人看到 光评 口熟 人家还是不相信 所以我很感谢他们 如果 图文巴我们这个城市 做出成绩来了 我就告诉他 我可以答应他 握摩到联合国 再做一次活动 宣传图文巴的成就 让全世界的每个国家都知道 通话 通话 通话